什么是主人 什么是兵 兵就是客 我们讲的是客人 就有来去 主人是不动的 兵主之一 而灵际一行禅师所创的是兵主之一 兵是指邪人 是指徒弟 正要向师父学习 这个主人的主是指师父 师家 什么是祖宗族呢 是说师家就是师父 接应他的徒弟邪人的时候 立于其本分之立场 站在他的本分的立场 展开独立活泼 不拘长格的方法 因为一落入语言文字 他就会有一个格局 束缚就是意识形态 无论他怎么做 无论他怎么讲 只要学经教 他就是 很容易落入那个格 长格就是意识心 用意识心要去推测 佛的境界根本不可能 可是没有语言文字 就没有善巧方便 就更难了 诸位在座有几个 是六祖那种根性的 是不是 没有了 现在是什么时代了 反过来 如果师父 一心一想 接这个徒弟 就是邪人了 但是不善于 破除邪人的执着 以令其 返回本分的立场 这个叫做祖宗兵 祖宗兵 就是师父教导徒弟 方法不对 不能叫他自己回光返照 不能叫徒弟 自信才是你真正所拥有的 师父只是 睁上眼 师父不会教化 不能让徒弟 回归他 他的立场 那讲法 叫做祖宗兵 就像佛陀 在这个 《大波涅槃经》里面讲 说 讲经说法的人 或者是一个上师 或者是 我们讲的活活 或者是叫做禅师 或者是叫做 转大法论的法师 一定要了解 佛陀这个鼻翼 佛陀的鼻翼就是 一个小孩子 在吃奶的时候 吃奶的时候 这个母亲 一定要知道 这个小孩子 小宝宝 小baby 他到底要喝多少分量的奶 那就喝一点 他可以吸收 如果这个母亲 他不懂 为了孩子快快长大 日也灌 白天也灌 晚上也灌 半夜也灌 牛奶 这个孩子不但不能吸收 不能消化 同时会吐出来 呕吐吐出来 呕吐吐出来 也意思就是说 师父在教化众生 要针对根气 同时要适可而止 如果讲的法 很深 很坚涩 同时又不会讲解 他就会变成说 我要你好 就一直灌这个牛奶 一直灌这个奶 灌到这个小朋友 呕吐 拉肚子 送医院急诊 本来喂奶是一件好事 但是不懂得掌控 食节阴言 也不了解 小孩子 小baby的 这个食量 是多 是少 就是这样子 所以 一个讲经 说法的人 一个站在台上的人 一定要领会 佛陀的 这个心法 大物 他才有办法 万法尽通 谁所领来 都是自己家里的 本性的东西 如果没有见性 他说法 他就会变成 讲到这边 就是自己那一边 讲到那边 就是自己那一边 有一个学中观的 来拜访师父 学中观的 来拜访师父 说 师父 先送你大物 我说 我不敢 那是你们公为 我 没什么修行 很平凡 我说 那你 修什么中的 他说 我学中观 他说 他学中观 我说 那中观是什么 他说 中观 就是 不来不去 不依不依 不争不减 八部中观 中道的思想 他说 他问说 请问 师父 那你认为 中观是什么 我说 一观也没有 叫做中观 哪来的观 有观就有能所了 见就是性 无性不能见 诸法当体极空 能观什么 止无可止 你要止到什么时候 你要观到什么时候 所不来不去 不依不依不依 不争不减 那是方便说了 万境本一如 何来真减相 何来住无住 性相本一如 何来来去生命 真减的东西 什么是中观 一观也没有 叫做中观 他好像忽然 大悟 说 哇 这是我听过来 最震撼的答案 好吧 你慢慢来 年轻人 不简单 能够朝向菩提之道 师父也赞叹你 他就非常高兴的 这个 就适得其所 所以这个 祖宗兵 就是说 师父 不懂得教化徒弟 就一直讲 一直讲 是不是啊 就像有个师父 在打佛气 那有个大学生 走过去 他就这样 他说 你进来念佛啊 他说 那个大学生 我为什么要念佛 说要往生极乐世界 这极乐世界谁看到 所以 一个红法的人 你要让知识分子 服了你 绝对没有办法说 你要叫他说 你要念南无阿弥陀佛 你要去极乐世界 他就会心服口服的 这个知识分子 大学生是很刁砖的 很不容易降服的 所以在佛教界里面 各种法师都需要 也都需要 所以每一个法师 在某一种时间跟空间 都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是不是 佛教不是否定对方 变成肯定自己的力量 佛教是尊重对方 同时解脱自己 叫做佛教 我们不能弄错方向 所以我们一再地教育 这些法师和 互法基势大德 佛教是咱们自己的 佛教超越一切的种族 对立 超越一切政治立场 超越国界的 佛教讲 司法平等 无有高下 为什么佛教徒 不团结 不合作 可以随便地 毁谤批评 一个法师 这个是谁教的 佛有这样教导吗 没有啊 是不是 你修各宗各派 佛都赞叹的 修我们自己的心 知道吧 好 底下我们讲祖宗祖 那么这个朝洞中 所立的士兵族之一 祖就是正体 指正体理 端正的正 本体的体 还有士理的理 道理的理 兵 是指 正就是对偏讲的 题是对用讲的 是不是 理就是对事项讲的 对事项讲的 所以 这个 祖宗祖 是说 理之本体 并非直接显现于日常 的事项上 也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心法是没有办法表达 完全超越一切表象的意思 所以前面的祖宗兵 的意思 就是说 师父不懂得教导徒弟 单刀直入 叫他心法 叫他辉光返照 你就是佛 不懂 叫做祖宗兵 这个祖宗祖就很厉害了 单刀直入 不借一切表象 不离一切表象 单刀直入 叫你见性 叫你今生今世 就得以成就 所以 有一个人 法师来到我这儿 讲来讲去 他就说 哪一宗最殊胜 哪一宗又最殊胜 我就跟他讲 净土中念佛 可以离开佛的心吗 不行 禅宗参禅 可以离开佛的心吗 也不行 天台中的三指三观 可以离开佛的心吗 也不行 华元经的一针法界 海印三昧 可以离开佛的心吗 不行 唯士学 相中 性中 八大宗派 能离开佛的心吗 不行 八大宗派 都不能离开佛的心 那你说 哪一宗 比较殊胜呢 哪一宗 可以不必回归到佛性 哪一宗 可以不回归到佛的心 可以修行呢 主位 净土中 若一日乃至七日 对不对 一心不乱 世人忠实 心不颠倒 对不对 阿弥陀以诸圣众 现在其前 世人忠实 心不颠倒 即得往上 阿弥陀即得国度 这怎么解 一心不乱 这怎么解 一心不乱 就是佛的心 这个能离开佛性吗 我们不要误认为 心外有法 心外是绝对没有法的 如来之 即诸法如意 佛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离一切向极明诸佛 主位 佛可以离开你的心心上 去抓吗 去追吗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所以修行一定要在心心上下功夫的 心心上下功夫 这一句还有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 降福自我 降福自我 好 我们底下 非诸书所及 端诗子颂约 端诗子颂约 说八环之教垂来久 自古宗师各分颇 只饶还得不还时 也是虾跳不出斗 解释一下 这八环之教垂来久 八环就是前面讲的了 这八环之教 意思就是糊涂的教法 教义 来到咱们中国 已经很久了 已经教化我们很久了 所以自古宗师各分颇 各分颇 就是用自己的见解 也就是说 用意识心来分别 或者意思就是用语言 文字 各个来剖析 这八环之教 自古宗师各分颇 用个人的见解 来以分颇 八环之教 就是佛的教化了 只饶还得不还时 只饶就是就算是 还得就是一直谈到 不还时 你就算你一直谈论 谈到无还时 意思就是 让你用语言文字 一直在讨论 讨论到什么 无还 那个无还就是指不生命了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不是以心应心了 就是用语言文字 就是用语言文字 要一直剖析那个八环 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的 这个佛陀的 极灭涅槃的教法 只饶还得不还时 就算你一直用 用生命的语言文字 去讨论到说 这个叫做无还处 也是虾跳不出斗 意思就是 没有见性的人 就是跳不出 语言文字的范畴 这个斗是指 语言文字跟意识形态 就是没有开户的人 没有大车大户的人 无论用什么语言 用什么文字 去强调 佛陀的那一颗心 你就是摸不着门 抓不到重点 你也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内政的功夫 Continua